俄乌戰爭打了將近五十天 美國總統拜登十二號是首度說出 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是 種族滅絕 同時也宣布為了平穩油價 美國會大量釋出戰備 除油 至於烏克蘭方面 總統澤倫斯基十二號證實 抓獲該國親俄的富豪議員 同時提議用他來交換 遭到俄國俘虜的烏克蘭人質 美國總統拜登十二號在愛荷華州 提到國際油價上漲的原因 就是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所導致 更首度指出俄國在烏克蘭的 軍事行動就是種族滅絕 拜登同時也宣布為了平穩 國際油價 未來六個月 美國每天都將釋出一百萬桶的 戰備除油 而拜登最快將在十三號 宣布 再對烏克蘭提供七點五億 美元的軍事援助 抵抗俄國入侵 在十二號的活動結束後 拜登 再次確認種族滅絕的說法 至於在烏克蘭境內位於首都基輔 三十公里外 發生俄軍屠殺殘案的不查證 當地居民正在哀悼 在俄軍圍攻期間 不幸病死的愛情 德拉行的妻子瑪麗娜草草埋在自家的後院 棺木都是用衣橱碎片平手而成 六歲的兒子維拉德 已逐漸明白母親的辭職 在跟鄰居玩泥土時 口中還會不斷說出轟炸 你不是烏克蘭人的語句 也顯示這場戰爭 也在幼小心靈中留下陰霾 據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十二號證實 該國國安局逮捕了親俄的烏克蘭富豪議員 梅德維楚克 澤倫斯基要求用梅德維楚克 跟俄國交換遭俘虜的烏克蘭人質 跟普廷關係密切的梅德維楚克 去年五月被以洩漏國家機密 給俄國的叛國罪遭居家軟禁 但烏俄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 從住家逃脫 另一方面 德國總統史坦邁爾十二號證實 他有意跟波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總統 一起訪問基輔 依照烏克蘭政府拒絕 史坦邁爾過去擔任德國外長時 就保持對俄友好政策 二零一四年俄國併吞克里米亞時 還是大力推動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的興建 今晚他最近表示當年錯過形勢 但依舊被烏克蘭列為拒絕往來戶 公日新聞 紀元請編譯